HELLO 大學憲哥 今天就有全新的活動 初夏小氣的活動 明天早上的10點開始 直到6月12日晚上8點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有防曬霧的懶人奶 也有新圍板開放 還有更加可以進化 所以如果你想看進化 帶了這頂帽子會怎樣 都可以進化到請家王 這時候的家族 帶了這頂帽子的相片都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看旁邊這幅圖 第二個重點就是 新的新的新圍板 樹枕美紅 樹枕美紅的色圍板 只看就沒有太大分別 最主要我自己看的分別 就是有綠綠綠綠 綠綠綠綠綠的部分 是粉紅色的 這隻色圍板 我自己就說是一般 可有可無 好像都沒有太大分別 活動獎 就是捕捉XP會雙配 還有拍攝Rap Shop照片 會遇到活動主題的POKEMON 那不就是樹枕美紅 第一隻難不叫 我會有收藏家挑戰 獎勵是星沙子 XP和樹枕美紅一隻 野生增加機會出現的POKEMON 我剛才說到兩隻重點 還有比較小見 是指揮星 也要開貨色圍板 但它色圍板 其實也是少稀有的 其他那些 我自己個人而言 沒有太大感受 大家就各自去努力 這次活動的POKEMON GO 都有推出了兩個限時調查 兩個限時調查 也不太容易獲得到 第一個限時調查 就像上次了 稅母卡比獸的限時調查 同樣也是這樣 只要你平時有用 拿到這個限時調查 是不難的 或是想拿到這個限時調查 而沒有GOLPLUS的話 可能就要借助朋友們 完成了這限時調查 是會遇到稅母卡比獸 和防曬母的爛賴 以及生液色圍板 樹枕美紅 在這三字裡面 最稀有的就是稅母卡比獸 稅母卡比獸 就算買到GOLPLUS 其實也不是入手到很多隻 而且更加入手到色圍板 其實很難的 即是說到稅母的版本 這個限時調查 完成的時間 就是至到6月14日晚上8點之前 你就必須完成 以及獎勵 另外這次官方 又推出了兩美元的限時調查 這次的限時調查 也算是有些特別的東西 完成的獎勵 裡面是有樹枕美紅的背包 即是背包 還有樹枕美紅 以及拿人賴的裝扮一隻 以及其他獎勵 這裡就不舉例太多了 這次活動裡面 除了有限時調查之外 也有田野調查 大部分的獎勵 也有少許野生增加 機會出現了Pokemon 但是官方說到一個月 在田野調查裡面 遭遇到色圍板的拿人賴 以及樹枕美紅的機會 是會提高的 大家就先聽聽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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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有關的獎勵 對應的課題是哪些呢 我都要傳回DZ群組 遊戲功能 就是天天活動開始的時候 就傳出來 大家參考一下吧 其實大致上 都可以說是比較悠閒的活動 其實沒有太大的重點 就是講一下有些裝扮 但不錯 這次裝扮終於不是比卡超 或是經常出裝扮的精靈 好了 這裡就是這樣 今次大家對今次的活動 會有些目標 或者覺得是否休閒地玩就可以 好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